民進黨立委高嘉瑜批評授權基層診所使用殘徵 恐怕會造成特權疫苗 請問市長怎麼看 其實高嘉瑜平常跟我交權不錯 這時候要把你吐槽 心中有特權 在看什麼都是特權 苗瑜現場 徐耀昌昨天建議中央 因為議員經常在第一線服務 應該要納入第二類優先疫苗施打的順序 請問市長怎麼看 像這種題目 我也知道這是危險的題目 那就交給中央來規定好了 三立朱暑君TVBS李品宜 聯合報林立玉ET Today新聞原因提問 市長昨天提到網路預約接種 要以半小時為區間 不過今天實際使用 不少院所仍然是以一個小時或是兩小時為單位 請問怎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所以一開始我說要精確到半小時 結果他們去做程式的時候 因為有的醫院 他就 比方說他約三天 半小時這樣搭 一天九個就變十八個 那個搭起來太長了 市長 凡事適可而止 我們都知道你很希望說大家不要等 但是搞得實在是太過分了 所以說好好好 我後來就說我們還是尊重專業 尊重我們醫療現場的實務的經驗 所以他還是用一小時做 其實一小時就可以 你抽到那一小時他也有給你號碼 所以你大概知道說我是前面後面 所以就算九點到十點你也沒有必要 9點到十點是用你方便的時間來 你9點59分來我們還是會給你打 所以你就那個時間來就可以了 好